精选的话题来锁定到新疆的人权争议 这个争议呢让中国被全球围攻 而美国也公布了人权报告 点名中国对新疆的种族灭绝 但是现在中国还是不甩国际谴责 而且还发动要抵制国际品牌 对此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还更回呛 他说14亿人有自己的脑袋 美国国务院30号公布2020人权联报 国务卿布林肯直接冲着中国来根本没在怕 更首度明文指出新疆发生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 中国人权问题不断被国际放大检视 近来新疆血棉花遭肥盈利组织BCI点名 引爆中国网友抵制浪潮 不想媒体更质疑背后有中国政府在推波助澜 中国有14亿人 这14亿人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脑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 每个人也都有在网上表达自己想法和感受的权利 华春莹青上火线 曾到整件事情是非曲直非常清楚 反击外国媒体的质疑 但显然中国网友已经忙着在网络上抓战分 曾经帮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撰写新疆维族劳动报告 在中国甘肃出身的前记者许秀中就成为戴罪羔羊 许秀中身岸作为工具人的真谛 每当澳洲媒体要有抹黑中国的需求的时候 就把他拉出来用一下现身说法 他当然以乐地尽力迎合对方的需求 27岁的许秀中 每个人也都有在网上表达自己想法和感受的权利 一番话说得脸不红气不喘 却被质疑中国民众连在微博放张扫松维尼吃蜂蜜的图都会被禁 更遑论所谓的网络自由 暂时新闻终于好报道 而中国打压新闻自由 可以说让新闻更加不自由了 有BBC的记者转而派驻台湾了 这位记者是英国BBC News的驻中国的记者叫做沙磊 他决定要调派台湾 那沙磊其实他是在2003年加入BBC工作的 2015年被派驻上海 后来就到北京去了 他报道了非常多就是有关新疆 还有一些武汉肺炎的报道 那这些报道在英国都得奖 但是对中国来讲却像是盲刺在背一样 到底沙磊他面对了哪些比较危险的状况 让他现在根本就不想再待在中国了 好沙磊是说 他说中国当局对BBC已经展开了猛烈的文宣攻势 他自己是感到了危险 所以他才选择离开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 他说我们受到的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 但是试图拍摄也受到了监控阻碍跟骚扰 对这一点他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那沙磊自己是在BBC工作 而他的老婆 他的妻子是在爱尔兰广播电视工作 两个人都是派驻中国的记者 那么这次选择离开 两个人当然一起走嘛 他说一路到机场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随行呢 其旁边都有便衣公安 一路在跟随他们 算是跟监他们的 那驻华的外国记者协会就说了 沙磊现在遇到状况可以说是蛮危急的 因为他说中国的官媒跟官员 都在变本加厉的攻击沙磊 只发给他三到六个月的短期签证 所以要继续留下去 对他来说也非常麻烦 那英国的泰晤士报也报道 说沙磊要躲避中共的骚扰 而逃亡其他的地方了 而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 他也发言指出 他说沙磊报道的很多新闻 都是假新闻 恐怕会让他自己面临诉讼 而且会有比较大的一个灾难 特别是有偏见的假新闻 尤其是涉及到新疆啦 还有武汉肺炎的状况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 沙磊面对的状况 可以说是不可预期的 而且非常危险 中国认为他讲的都是假新闻 随时都会踩到红线 都会被处理的 那特别是今年二月份开始 我们看到中国跟英国呢 这两个国家 对于对方的媒体的关系 都已经非常紧张了 首先是英国 英国撤销了 中国环球电视网的执照 而且对于这个环球电视新闻网呢 寄出了这个22.5万英镑 相当于是新台币 880万的罚款 那今年的三月份 BBC也反过头来指控北京说 他们侵犯了新疆维族人的人权 报道一些出来的东西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所以后来呢也进播了BBC World News的所有的新闻 另外再加上去年 其实中国有不少动作 他们驱逐了有18个记者 其次包括了有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跟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通通被赶走了 其中也有非常多人以间谍罪被逮捕 那有一个这个例子 大家应该还记忆犹新 他是在环球电视新闻网工作的 澳洲的记者叫陈磊 去年8月也被拘留 而受雇于这个彭博 一个中国籍的记者叫做范若伊 他一直在北京工作 也因为危害到国家安全 他现在人也是被拘留至今 好就是因为出现了这么多的例子呢 所以杀磊才不顾一切的 他一定要走了 他现在其实已经证实 他离开了中国改为派驻台湾 BBC证实先前住在中国的记者沙磊 23号已经离开中国改成派驻在台湾 外国媒体也相继报导 沙磊透露台湾新闻团队 只要外出拍摄 就会受到中共的监控 恐吓和恶意骚扰不断 因此台湾家人决定搬到台湾 CNN更引述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的声明 表示中共打压新闻自由 越来越严重 曾经派驻中国九年的沙磊 曾经专访过蔡英文总统 对两岸关系非常熟悉 还在蔡英文总统连任时 幽默的提问 来听断当时的访问 你认为你会有中国总统 习近平 要感谢这个赢 犀利提问 习近平是不是小英的最佳助选员 让蔡英文总统和全场媒体 都笑了出来 而打开沙磊的推特 也看得到多则对新疆人权的报导 沙磊过去有多则关于中国的专题报导 议题敏感 内容犀利 往往引起了当地官媒的关注 中国媒体也指控 沙磊会在报导中故意使用滤镜 让画面看起来非常的阴暗 还封给沙磊一个阴间滤镜的封号 如今沙磊真的在中国安全堪忧 来到台湾影响自由 好 另外来看看有关武汉肺炎 现在之前不是WHO有专家小组 到中国去调查吗 但现在这份报告昨天出来了 好像说没有什么调查的重点 而且现在被IP 这根本就不是调查报告 而是帮中国武汉 反而是帮他们说话 帮他们洗白 那现在这个疫情还是不断在延烧 法国现在受不了了第三度 要宣布封城了 先来看一下全球的确诊数字 有超过1.29亿人口 那死亡人数超过了282万人 以这个全球增加最多的地方 我们来看到几个国家 巴西 巴西一天增加了 8万9千个确诊病例 印度也非常的高 印度一天增加了 7万2千个确诊数字 那美国是一天增加 6万3千个确诊人数 那法国现在一天增加了 4万1千个确诊的数字 那法国现在疫情止不住 所以法国总统马克宏 他不得不宣布要做一些这个应对措施了 马克宏在昨天宣布了 他说从4月3号开始 全法国又要开始封城了 而且达到4个礼拜的时间 包括了大学以外的各级学校 要关闭改为线上授课的方式 而且他叫大家没有必要的原因 不能够离家超过方圆10公里的距离 晚上7点到早上6点钟 这个是宵禁时间 而复活节呢 4月4号 这个是容许跨区移动的 从外地回国也是可以的 但其他时间的话 你必须要乖乖的 那现在WHO的调查报告 昨天出来说 其实并没有在中国 找到一个病毒的起源 而且里面讲说 最不可能的就是由实验室泄漏的 那这个WHO的秘书长谭德赛 他就说 到底这个病毒从哪里来的 这个需要深入的一个调查 才能够知道 但是都已经这么久了 到底该怎么查呢 其实14个国家 现在都已经发联合声明了 呼吁北京要对此 其实要公开透明的 但是要公开透明 这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因为华尔街日报就进一步报道 这个报道里面显示说 谭德赛讲说 这个不是由实验室泄漏的 就根本是缺乏可信度 另外这篇报道也进一步讲了 他说这次到中国的 世卫调查小组呢 根本就陷入了一个利益的冲突 他为什么这么讲呢 比如说了他举了例子 他说这次的调查成员之一 有一个英国的动物学家 叫做达扎克 他跟武汉研究所合作很多年了 所以如果这个武汉的实验室 有问题的话 那他就是拿自己的石头 拿砸自己的脚嘛 所以不管怎么样 他都不可能说这个武汉实验室的坏话的 另外这次去中国调查 还有个成员之一 就是荷兰的病毒学家 叫做古伯曼斯 他在荷兰自己也有一家 也有一间这个实验室 研究小组 那如果这次武汉的实验室 有问题 可能散播病毒的话 那他自己的实验室呢 可能也有疑虑 也要被人家说话了 所以呢我们看到 华尔街日报整个的报导的主轴就是 基本上这些调查小组的成员 可能都不会写出对实验室有负面报告的文章 所以他们的这个调查结果怎么会有公信力呢 再加上调查的人员前往的时候呢 北京会限制你取得一个资料的时间 所以说也就是你拿到的资料 都不是你去查出来的 而是怎么样呢 而是由中国当地的人提供给你的数据 再跟调查小组一起撰写出来的 所以这个调查资料的发表日期 不但才会好几次延宕 而这些资料他们认为根本就是帮武汉在说话 帮他们做出的洗白文件 而世卫调查小组有个中国组的专家 两万年他就澄清了 他说什么叫原始数据啊 大家讲的话他都觉得听不懂 他说呢数据就是我们科学家的事情 不容许大家来说嘴的 他也不理解为什么大家要这么样的批评他们的数据 他认为说北京提供的数据是没有问题的啊 好这个是目前有关这个病毒的起源的调查 还是陷入了一个完全泥闹的一个境界 完全没有办法有任何结果 那另外中国呢 现在打疫苗接种率非常的低 只有4% 大家其实也不太敢去打疫苗 于是各个地区都为了号召打疫苗 各方人马出了招数 连央视主播也活出去了 中国预防的非常好 但是中国接种疫苗的人很少 亲上镜头谈防疫 中国病学专家钟南山直接点名 中国人疫苗打的不够多 接种率只有4% 没想到为了拼群体免疫 央视主播也豁出去了 我们一起打疫苗 一起喵喵喵喵喵 没有音乐直接清唱 央视主播李子萌 不由自主把疫苗标语唱出来 我们一起打疫苗 一起喵喵喵喵喵 超自信神情 吃力全开 甚至还邀请大家一起加入 看到他 你可能会和我一样忍不住地唱起来 他很上头 但是也挺有用的 这段疫苗标语不是主播即兴演出 靠着大家一起打疫苗吗 无厘头的疫苗标语 当然不止一个 大大红布条拉着 直接写上建立全民免疫 需要你的一臂之力 别等到一千年以后 你才打疫苗 还有今天是好日子 打开家门 我们来打疫苗 当然也没忘了提醒 没打疫苗的人 会吃亏 只是一连串奇葩标语千奇百怪 但怎么推广都不及主播这一唱 来的震撼 我们一起打疫苗 一起喵喵喵喵喵 在新闻黄传言报道